比特幣現在要反轉了嗎? 週限級別、日勝級別逐漸打底 後續交易機會有可能直接牛市來臨嗎? 這支視頻會告訴大家比較詳細的作單機會 那這些都是我個人的交易機會,非投資買賣建議 那如果還沒有交易所的朋友 我非常建議大家可以註冊一個BigGate交易所 使用我的註冊交易連結有手續費永久40%反線 那我近期也有開一個Discord群 這個Discord群是完全免費的 那如果是新手的朋友,記得務必來迎賓大廳看一下 我們的一個search規則 大家可以歡迎加入,在熊射的時候大家一起度過幣圈這個難關 好,從日勝級別來看 我們先從更大的週限級別 大家可以看到週限級別這邊有一個浩劫性賣壓的出現 尤其是在11月7號的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11月7號這邊空頭賣壓是逐漸放大 當然也是因為場上的參與者 逐漸變少 OK,逐漸變少去增加這個賣壓的空頭供應量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週限級別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在上一次啊 是行情直接盤整了將近一週的時間之後 就去做一個上攻的動作 OK,這是一個牛市開啟的一個結構 那熊市開啟的結構大家可以看到 熊市的話他是去二次去試探這一個 我畫清楚,二次去試探這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 這個自主互換群嘛,大家可以看到 大概那時候是大概在2萬9到3萬以前 多次試探 OK,點不破點不破,再一次創新高 然後M頂出現,爆點 那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行情 他是走了一個比較醜的一個M頂 大家可以看到 好,畫一下 路徑 OK,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是走了一個比較醜的M頂 那後續大家可以看到 價格在跌破這個頸線位置的時候 也是去做一個加速下跌的動作 做一個加速下跌的動作 OK,那現在很多人說 好像日線級別,一小時級別 有走出一個小型的M頂 那現在是不是可以一個做空的機會呢 我可以跟大家講 我可以跟大家講 你現在做空的話 你務必務必務必去抓好上方這個止損 OK,現在並不是一個非常好的做空機會 尤其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邊 空投賣壓供應量 逐漸放大的同時 第二個是直接 OK,大家有看到這一個嗎 來,這一個綠線的 是直接做一個放量涌出的動作 那代表說 場上 場上的空投 並沒有想要一併一併砸到定位 很高機率 你看砸完之後 去走的一個小型的盤整周期 尤其是日線級別還是在周線上方 還是在均線上方 我們可以看到 每一次砸完盤之後 價格在均線上方的話 很高機率會去走一個上方的一個三角周期的 三角周期的一個 三角斜行的一個上升周期嗎 跌破 介入空單 那如果你是直接在 下跌之後 反抽的這邊去做空 大家可以看到 他這回調比例將近45% OK,那現在價格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一樣 走了一個比較不明顯的一個 下降 三角斜行嗎 那這個三角斜行我們可以看到 價格從最低點 回車到上方 目前已經回車了17% 回車幅度並不是這麼大 我們要嚴防 價格可能會持續做一個盤整的 一個上升階級回購之後 再下跌 OK,再下跌 所以如果這邊做空的朋友 務必 務必支撐的時候 尤其是設在前高這個位置 把它畫好一點 前高位 這個位置 大概是在 OK,大概在21480 OK,如果你要做空的朋友 你的爆倉支撐位 一定是要在21480上方 OK,因為這邊的 這邊的水平不是這麼好 那如果要做空單的朋友 並不是特別建議 並不是特別建議 那我把它切回到更小的周期級別來看 好 剛剛21480是在上方這個位置 再更上方一點 當初 看一下 對 21480已經在上方這個位置 但是如果 如果你是想做一個比較短線的交易的話 你可以參考到前高這個位置 幫大家畫一下 大概是18387 OK,這是你第一個直撐位 後續那個是你 左色空單如果想要加大長位的話 21480是最後一個空頭放棄的力道 那也是很高機率 多頭會反轉的機會 那如果短期來看的話 我們關注在 18387這個點 我們切到4小時級別也比較好看 然後其實在這個高低點裡面 我們可以去抓一下Fibo 因為這一段的波幅 疊幅其實是蠻完整的 OK 那在這邊 321線的反轉位 力道也是會出現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4小時級別 我們切回到更小的1小時級別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根實質性線的話 其實場上是有空頭 OK 力道比較不足的空頭 是想要去做一個砸盤的動作 OK 但是可惜啊 目前還是整體是走一個盤轉方前 代表說廠商並沒有一個明顯的共識出來 OK 廠商並沒有一個明顯的共識出來 整體還是在這個區間去做一個震盪 那如果後續 這個大方向大行前其實已經快出來 哇 很高機率很高機率 大家可以在這邊砸盤砸不過 很高機率會往上試探382 或到618去做趕紅之後 再快速做下跌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次下跌的時候 打出底部嘛 盤整盤整 打出底部 後續是直接 OK多頭 多頭供應出來 但這個多頭供應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 雖然K棒 漲幅其實是蠻大的 在整體的漲幅 4% OK 漲了將近700多點 七八百點 那在這七八百點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它在這邊的一個多頭供應量 其實並不是這麼足 尤其是我們可以看到之前 這種多頭供應量 那才會比較高機率的 一段盤整二段盤整三段 去做一個比較多多維持的一個上漲 那你看如果是像這一次的一個多量比較像這樣 盤整拉上去盤整下跌 OK除非後續多頭供應量出來 我們再去考慮說 是不是要介入多單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邊 在這邊其實它的空頭供應 等一下 OK在這邊 OK在12月22號這邊的一個多頭供應量 並不是非常明顯 OK很高機率一段 走一個下跌 同時多頭供應量是逐漸萎縮 空頭供應量 大家有看到嗎 這三個點 22號 22號 22號這三點空頭供應量 是有逐漸 湧現出來 所以後續很高機率 一樣是去做下跌的動作 不要不要盲目去追多 OK但是你空頭直損位 第一個是18387 第二個就是剛剛跟大家講的 在日線級別一個比較大周期的一個直損位 OK大概在上次起點點21480 這兩個直損位 OK你自己要控制好你的衝位管理 跟資金策略 我不知道你們的下單 是不是每一次都ALL IN OK那如果不懂的話 其實可以加入我們的Discord群 告訴大家怎麼去做一些 比較細部的一些交易機會 好幫我的影片按個讚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